而这起有确诊者搭火车回到花莲的事件 又让花莲掀起了一波恐慌 台铁花莲站20号傍晚接获 卫生单位通知有确诊者搭乘2784泰鲁格号列车 立即展开了车厢车站还有列车长宿舍的小工作 而至于当天当成同一车次同样车厢的旅客 台铁也建议要做自我健康管理 台铁花莲站20号傍晚接获 卫生单位通知有确诊者搭乘2784泰鲁格号列车 返底花莲立即针对车厢车站 甚至于是列车长宿舍进行全面消毒 278停靠在3V月台 那我们所有的动线包括地下道 包括前后站出口全部内 这个旅客经过的动线全部做了一次的一个消毒 那另外就是直层的这个列车长 他所这个住宿的这个背勤防射 那我们也进行这个全面的消毒 那我们也通知他的返辖的车班组 这个回去之后做自主的一个管理 包括上面的餐旅的这个服务人员 包括我们随车的这个车少的这个斯巴克的人员 我们都请他们的主管呢 注意这个未来的可能的一个状况 那整个消毒作业呢 昨天晚上呢就已经完成消毒的作业 那支撑了278的这个列车长的这个寝室呢 他离开之后我们这个寝室就不再提供给其他的 列车的列车长来使用 我们先把它封起来 那全面消毒之后 我们才会再来进行开放 花莲义务段表示 除了全面消毒之外 当车次的服务人员 从列车长、司机员、餐饮服务员、清洁人员等 都已经要求做居家检疫自主管理 而至于5月20号搭乘278次列车 第8车和第4车的旅客 台铁也建议要做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有不舒服症状要立即就医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